又來到盤點政策了 今天我們歡迎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 局長你好 上一回合就說了很多青年的課題 而且就用家庭作為一個框架 去思考一下青年在面對什麼 我認為是難關 其實香港做年輕人都不容易 而很多時候那些問題不是他自己 而是社會有某些看法 所以我覺得去到這個層次 就要思考一些宏觀一點的問題 除了家庭以外 他的國家觀念 他對於社區的歸屬感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區議會 我覺得有機會去討論一下這件事 我想尤其是問麥局長 他一直的經歷 他的試圖看著事情變化 我覺得現在真是一個好的時間 去耕耕社區的凝聚力 大家多一點溝通 一起想想要做些什麼 而且現在又由民政專員做區議會主席 在統籌和政府的溝通上面 又好像是可以有機會提速提效 都是可以在這方面 那不如先問局長先 既然民政專員 即我們簡稱D.O. 有這個重任 有這個新的角色 有這種功能 那作為局長 你有什麼祝福他們呢 即是怎樣才是好的D.O. 你有沒有什麼的期望 你有沒有KPI給他們 我覺得都要盤展一下 其實我們整個重塑區議會 我們當然希望整個區議會 可以回復在《基本法九十七條》裡面所說的 一個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 它發揮好它的諮詢和服務的功能 所以其實你看到我們在這次重塑區議會 修訂了區議會條例裡面 我們將區議會的職能 由原來的兩條增加到九條 那這九個是什麼呢 主要就是要我們的區議會 能夠去接觸市民 掌握地區的民情民意 向政府去反映 這個是令到政府的施政 可以掃除我們的盲點 令到施政更加暢順 目的就是剛才說的 提出提效 提升我們的治理效能 所以區議會的職能 是這麼重要的時候 也都希望區議會主席 即我們的專員 能夠帶領區議會 可以有效發揮到 這個收集民情民意的功能 所以你看到其實 在區議會今屆區議會一開始 其實剛才你說 我都經歷了這麼多次 由我自己做選區議員到現在 我記得我以前選 可能Gary也記得 選完區議會選舉完之後 頭三天至五天就借票 借票完之後就放假 你休息一下 因為選舉太辛苦了 休息之後才開第一次會 開第一次會 選了一個主席之後 就先說成立什麼工作小組 然後成立什麼工作小組之後 你們加入工作小組之後 再開會 然後再成立 由選舉完 或者開第一次區議會 到有第一個活動 或者項目推出 快就四個月 晚就六個月 對 月薪期很久 是很長的 很久的月薪期 但是這次你看一下 我們區議會 今屆區議會選舉是12月10日 昨年12月10日做完 我們12日就公佈了各位任命單 我們有一些區 我們的專員 即現在區議會主席 他帶領我們的區議員 還未上任 已經開預備會 有些是12月13日已經開了 14日15日已經開了 然後18日我們就做了一個 全體區議員的培訓 22日我們聽了一個重要的講話 中間我們還有在新年的前夕 我們去探訪做家訪 也都開始就著一些議題 因為預備會 討論了什麼議題關注 他們就著一些議題去做家訪 然後第一次 1月1日我們就宣誓 1月的第一個星期 就開了第一次大會 第二個星期就開各樣的小組會 和委員會 好像已經過了很久 對 就是將本來半年做的事 現在一個月就不用做了 這件事我真是想再說多一次 並不是開玩笑 雖然也可能有一種喜感在裡面 真的不關你是一個樂觀的人 還是悲觀的人 這些真是有志及興的好處 我想說 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你由政府的官員作為區議會的主席 可以避免一些因為政團、政黨 我不好意思扯你做事的嘛 是不是? 就是你選了這個黨的人 或者這個團體的人做了主席 他都要給你時間去量度一下 是不是? 但是現在由民政專員做 他可以去做溝通了 命政言順 大家快快手手做事 結果就像剛才麥局長那樣 那些東西含含聲 就可以啤出來 還有大家可以快馬加煙 追回疫情沒了的時間 沒錯 我覺得那樣真是很重要 而且也有一個重新將這件事定位清晰 就是我們要收集民意 了解民情 其實民意和民情都是不同的族群 其中也看到一些新的政策 就是在同鄉文化推廣上 希望可以做多一些工作 其實是否都是一個配套的措施 是一個組合權 令到我們的社會更有效益地 就是在重數區議會之後 再向前走 你什麼是鄉下的? 我是信德的 是 對嗎?局長呢? 我們是同鄉 是呀 我記得 所以我說了 先利益申報了 他們同鄉 鄉禮 我也是同鄉 是呀 我的意思是你可以說這句 是呀 我是新會的 譬如同鄉文化 那種親情、那種聯誼 其實在香港是 我記得我很小時候 曾幾何時大家會說 以前的小學手冊是會寫直觀的 現在真是…不好意思 因為大吉利市的時間才會做 譬如做骨灰陰 那些時間才會放回那個鄉下在哪裏 沒有理由這樣 是吧? 即是你若是很小 若是你死的時間才會想你鄉下在哪裏 那中間是不用理會的 我覺得現在應該要做 也有那個空間去做 是嗎? 是的 其實也正正是我們今屆政府 我們大家的工作 不會好像以往可能很各 大家各自各 譬如剛才我說的 我們文青局裏面有不同的政策範疇 民政、青年、家庭、同鄉社團、婦女發展 其實全都是我們 但我們這次是會把我們不同的範疇的工作 都可以結合起來 我們在做青年工作的時候 就正正發現 好像王永剛才說的 你問年輕人的鄉下在哪裏 不知道的 我們說 我們鼓勵大家回去內地看看 回自己的家鄉看看 不知道在哪裏 有些可能如果是特別一點的 可能還會記得的上海 他能說出來是上海 上海在哪裏就已經不知道了 所以我們期望 透過我們的同鄉文化的推廣計劃 我們今年也會撥款一千萬 為期三年 即是每年有一千萬 就讓我們的同鄉社團 可以舉辦一些活動 一些同鄉文化的推廣活動 一方面就是我們的同鄉社團 他們可以將自己家鄉的文化 介紹給我們香港本地的市民 另一方面也會透過舉辦不同的活動 鼓勵我們的年輕人 去認識自己的家鄉 從而去認識國家 每年一千萬做三年都三千萬 是的 我們希望 因為我們有不同的同鄉社團 都希望他們舉辦可以更多的活動 給青年朋友 或者給他們的香港市民 可以更多了解自己的家鄉 還有這件事我真的覺得挺重要的 因為我們做今季的盤點政策之前 我們做了一個盤點大灣區 的慶回歸25周年的特備節目 很多時候我們訪問那些嘉賓 他們說回他們的鄉下 我覺得我很深刻感受的 大家對於鄉下地方的討論 往往是真的不同了 現在不知多少甚麼甚麼 多少新東西 以前的鄉里現在是做甚麼的 不回去看一看 真的跟不上那個速度 不只是說譬如剛才說上海 或者是杭州 北京 這些大城市的變化 當我們知道國家的 可能鄉下地方 二線 三線 甚至乎四線 都原來走到這個 發展得那麼前的地步 我們真的會對國家究竟 原來是這樣的 多了一個理解 而我覺得尤其是年輕人 將來是你的 是不是 既然有這麼多機會 沒理由不告訴你 有這些好東西 你不如看看 所以我覺得不只是同鄉文化的聯誼 那麼簡單 而是開你的眼界 不只是看大城市 回鄉下看看 回鄉下不是以前那種 回鄉下的了 是嗎 館長 就是完全不同了 以前我們說回鄉下耕田 但現在沒有田給你耕 是吧 回鄉耕運 是吧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好的機會 給我們的 因為我們經常說要培養 我們的年輕人家國的情懷 對他們來說可能會很抽象 但是如果發現到原來有一個地方 就是你的爺爺 媽媽出生的地方 或者你爸爸出生的地方 回到去認識一下 看一下 那種的感覺就會不同了 而且我覺得都是一個完整的設計 是一個全圈圈 當你回到你父母輩 祖父母輩的鄉下 你會回到家裡的時候 你多了一陣的理解 那你的家庭的關係又會再融合一些 當然這裏就說到家裡了 整個社會如果說的融合 Gary經常說 這屆區議會有一樣東西 大家真的要多點留意 就是少數族裔的參與 那我們回來再跟麥美娟局長談 是的 少數族裔都是他這個局負責 我們繼續盤點政策 其實透過盤點 都可以做到以正視聽的效果 因為我們又記得 這個系列一開始我們訪問了特首李家超 我們說他在最近這份 就是去年那份的施政報告的結語部分 我覺得他講了一點心底話 就是很多人唱衰香港 甚至乎對我來說 他的訊息是 有些事情都不是這樣的 你扭曲了也有的 譬如區議會 我也不知道還要聽多少謀論 不好意思 譬如說 我聽過有些說 政府在閹割區議會 那這兩集的盤點政策 聽一下麥美娟局長說 喂 怎麼閹割 閹割是少了的 是不是 明明是區議會條例 由兩件事變成九件事 是給你多了一件事做的 是做多了一件事的 對 其實是多了一件事做的 如果不是他們一開會就說 每件市民應該怎麼搞呢 大家是多了很多事做的 根本就是希望他們再做多一點 就不是想他們再做少一點 所以大家不要亂聽 盤點圓 就是看清楚事實 另外一樣就是你經常說 經常說 委任區議員 就令到香港 差不多說到 我們的整個政制都受影響 香港沒辦法向前走 我心想又沒有那麼嚴重 因為你叫些少數族裔 就算參加地區直選 他根本叫少數族裔 就是不用選到 是吧 其實邏輯上 沒錯 沒有辦法透過一種選舉的模式 令到他們的聲音 進入到區議會 是 比較難 不要說完全沒有可能的 現在透過不同的形式 就是幾個不同的渠道 可能是 另外除了地區直選以外 那兩個渠道 都有機會反映到他們的意見 所以其實在局長 一公佈這個委任的區議員名單 固然之我當然要去盤點一下 我發現有一個最重要的重點 就是有兩個區 九龍城和油尖網區 局長都分別委任了 少數族裔的朋友 擔任我們的區議員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大的政策的躍進 因為少數族裔本來 他應該有一定的不同的考慮 政策要支援 過去如果在區議會層面 要參與或是比較難的 那局長 為什麼你會這樣做呢 其實這也是正在我們的社會裡面 就是一個多元的社會 我們希望區議會 可以來自多渠道 多大背景的人士 一起參與區議會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目的 譬如在油尖網 我們有一批少數族裔的市民 所以我們就因應這個區情 我們其實在完善我們的地區治理 重訴區議會的時候 我也多次說了 不過當時好像黃永遠說 我說他們又不聽 不聽還是不相信 其實我們就是希望 按住區情 就是委任議席 就是按住區情 可以找到一些 符合我們區情的人士 一起服務的社區 這個正正都是我們的目的 在這個地區裡 我們有一些小數族裔的代表 可以加入區議會 來一起服務 但整體很多不同的社群 在小數族裔的政策 其實你都一直有不同的推進 有什麼幫助他們 更融入我們的香港社會 我們除了在區議會裡面 我們有小數族裔的代表 亦都其實在今次的施政報告裡面 就是剛剛特首公布的施政報告裡面 我們有一些措施的 小數族裔的融和 即融合在社區 都是我們民政事務處的負責 以往我們在地區裡面 設立了八個中心 今次的施政報告也公佈了 我們會設立多兩個中心 就是希望將這個可以更好地 令到小數族裔的市民 可以融合在社區裡 因為在這些中心會舉辦不同的活動 例如我舉個例子 我有一次去一個中心 他說他們搞攀任班 我以為他們煮什麼 然後他們發現有一頓菜叫做水煮魚 水煮魚原來很適合小數族裔的市民的口味 所以有一群小數族裔的婦女 一起煮水煮魚 因為有辣 他們很有興趣去學 中式的水煮魚 沒錯 這個就是融合 我們有一些新台港的市民 又跟這群小數族裔的婦女 兩群婦女一起 我們一起研究這群人 就是教做水煮魚 這個食之軟實力 真的 所以這就是透過我們不同 所以這些中心的特色就是在社區裡設立 所以在社區裡不同的背景的小數裔的市民都可以參與 尤其是小數族裔的婦女 就會在每個中心成立一隊小數族裔關愛隊 那就是一個社區去找一群小數族裔的成員 關愛隊的隊員 一起組成這個關愛隊 透過這個關愛隊 接觸我們在地區裡的小數族裔的市民 可以為他們提供更多貼身的服務 對我來說我覺得很多香港市民都不夠認識小數族裔 我覺得都是挺可惜的 當我們聽到很多聲音口口聲聲說自己是一個國際城市的時間 其實我們香港有這麼多族裔 不要說什麼 起碼他們都享受學會烹調水煮魚 那你有多勤奮地去認識一下 他有什麼拿手的菜菜呢 他在放的什麼假期 或者他在慶祝的什麼節日 我們當中告訴全世界 我們有國際視野的香港的時間 我們是不是真的夠國際視野去了解回 在這裡住的不同座位的人呢 我覺得這個都很值得我們每一個香港人去想 而且根本政府是正在做的 你要去認識你要去學習是很容易的 是吧 他們正在關愛他們的 那說到關愛隊了 走了一段日子了 那你看回他過去這段時間 還有展望未來 不要說太遠了 12個月 有什麼期望呢 局長 檢討 然後再展望 你希望他們有什麼躍進 有什麼提升呢 首先我覺得我第一地區裡面 我現在有452隊的關愛隊 總共有5千多個關愛隊的隊員 其實也挺多 然後關愛隊的隊員以外 也有很多他們每一個關愛隊 都會動員在地區裡面組織一些義工 去做一些義工服務 其實這群朋友 我覺得全部都是義工 他們全部都沒有 有些人以為他們拿很多資源 拿很多政府錢 但實際上他們全都是義工 去做一些社會服務 你看到過去成立了到現在 無論是在颱風 在暴雨 他們都會馬上去 在地區裡協助 例如去一些臨時備護中心 協助一些市民 又或者上門去協助一些市民 去幫他們遇到安全的地方 去備護中心 又或者在一些不幸運的火警 或者一些交通意外的時候 我們關愛隊又會立即去到現場 去幫忙那些市民 是否幫他們找些地方搬去哪裡 或者在醫院裡 安慰家屬 讓家屬提供協助等等 其實很多這些工作 大家最初以為 關愛隊就是拿了政府很多錢 然後上門派福袋 那就可以了 但是現在看回 他們是叫關愛隊 不是福袋隊 就是福外隊 對 應該會這樣的 我們現在在關愛隊 大家看到成立了 大概這段時間以來 提供了很多的服務 也多了市民去認識 所以因為這樣 大家對關愛隊的期望也多了 反過來有些人就說 可不可以幫忙做這些 可不可以幫忙做這些 我改了他們的很慘的花名 是甚麼都關愛隊 就好像甚麼都要給他們 那又不是很適合的 其實應該是儘量留在關愛隊 去幫助一些最需要幫助的人 在每一區 我覺得都很重要 其實我們整個關愛隊的概念 就是希望我們可以凝聚到社會的資源 所以政府會提供部份的資源 但是更多可能他們會有自己的籌帽 所以我們可以凝聚到社會的資源 也都可以凝聚到我們地區裏面的移工 長者比較多的地區 他們做甚麼呢 可能你想不到 他們在洗手間幫那些長者安排扶手柄 因為對他們來說 這些長者可能洗澡去洗手間 很容易掉落 有個扶手柄在洗手間幫助他們 是好很多的 他們會做這些服務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在我們這個關愛隊 可以繼續在地區裏面提供這些服務 也有很多人對關愛隊有很多不同的 期望可不可以做多一點 其實關愛隊都會盡量去提供協助 不過我都要強調 我們無論怎樣接受培訓 我們都不能去代替一些專業部門 去提供專業服務 但是我們的工作可以令到 專業部門的專業服務去到社區 去到有需要的市民生產 是 今天我們叫做快速搜划了 很多犯數的民政及青年事務局的工作範疇 盤點了一次 希望關愛隊也好 區議會也好 以至其他服務社區的人 都繼續工作順利 今天再次多謝麥比錄長 多謝你 多謝Gary 5月5日 5月5日 1月7月1日 2月2日 2日 3日 5日 2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